杭州第四届亚财运会将于10月22日开幕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运动会 这场盛会对亚洲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亚洲文明交流互建有何意义 又将如何推动东西邦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近日 中兴社东西问就此专访了亚洲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马吉德·拉什德 他告诉记者 从2010年广州亚财运会到今年的杭州亚财运会 13年里 亚洲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未来他们将继续学习各国间的成功经验 马基德说 竞赛安排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话题 但是杭州这座城市着实展现出一种责任担当 在各种基础设施 交通系统等方面做得安全可靠 我们现在的成长了我们的运动 我们的运动运动员是基于抗战 我们每天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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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是全力充满的 有关的性能量 渐动和工具 运动和工具 马吉德表示 各国在发展体育事业时 不要只局限于比赛跟奖牌 应当互帮互助 分享工作训练经验 共同促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打造 比赛和赛和赛 但是我们有很多信息 背后的赛 所以我们有一个优势的优势 让整个国家都充满来 每个国家都将来比赛 来比赛 我的论是 这森林是很大的 有很多的果子 在这些赛 韩州不是只赛是赛 赛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 将有3000余名残疾人来到杭州 马基德认为 当城市建立起友好且无障碍化的环境时 残疾人可以向大众展示自己的能力 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并且在他看来 亚残运会的举办不仅能推广体育运动 还将给举办地和市民带来宝贵的遗产 我们会让人障碍化的障碍 所以他们不需要政府和人的支持 我们必须给大家建立一个友谊的社会和社会 所以他们会展示自己的表现 和能力 去治愈自己的国家 当我们推广 我们只会显示自己的国家 the people the media that those people are able to do amazing things by doing Asian games and Asian para games the community the people of this city will start to change their life their perception about sport the legacy of these games that make Hangzhou have wonderful facilities 在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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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游泳 所以所有人都会参加这些游泳